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6日 期限教則每日策略的題目是 持倉要守好 步入月中 從月初開始的升勢開始調整 正常的規律有升必有跌 所以上週提及 越開始了確 這則是期權在波幅中活力的關鍵 大市在週五大跌四百二十四點 可以理解 但京東九六一八太誇張 跌13.5% 跌11.46% 消息不知真假 但君子不暫危場之下 即如short cut入價 就要roll down 今天的負面消息一定多 持倉要數好 其實國內的正面消息非常多 但正面消息不及徵而矣 也未經過了 在夜間消息不及 接続 大方大市就發生了 小方大市就發生了 財物獎支援